雲門在淡水的新家即將在四月啟用了 舞團跟行政團隊分開了十七年 終於可以一起合體工作 林懷民在復興北路雲門向的辦公室 開記者會向過去說再見 但是他強調這不是結束 而是新的開始 嶄新的雲門劇場將舉辦一系列的活動 他說請大家帶著郊遊的心情 到淡水 看山 看海 看樹 還有看表演 這裡是復興北路二三一向 也有雲門向的稱號 把台灣舞蹈藝術帶到國際發光發亮的雲門 在這棟大樓裡努力不懈十七個年頭 走進雲門的辦公室 同仁正在打包裝箱 開完2015年的第一場記者會後 雲門將搬往淡水的新家 雲門劇場元年正式起跑 通透的淡綠帷幕玻璃 引入了周遭的綠色警帽 2015年4月中旬 雲門劇場將會揭幕啟用 邀請了許多年輕團隊 善用劇場的各種空間 精心策劃了舞蹈 戲劇 音樂 以及文學講座等節目 林懷銘說 這裡不只是運運雲門舞座的根據地 也能展望未來成為年輕藝術家的伸展台 嶄新的雲門劇場將以雲門2的春鬥2015 作為第一個表演節目 隨後登場的包括出身雲門的編舞家 黃毅新版的黃毅於庫卡 布拉瑞陽舞團的拉歌 其他表演包括了2015年流浪之歌音樂會 金之眼社暨特洛依 台南人劇團K24 飛人集社的親子節目等 不僅有經典重演 也有星座登場 那麼這些作品有些是演過的 但是我們覺得非常的棒 台灣就是常常一個好的作品 沒有機會重演 重演 重演 那這個地方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將來像劇本一樣把好作品 都放到這裡來演出 當然也有新的作品在這裡 但是都是年輕的團隊 除了表演藝術之外 每個月也會邀請包括蔣勳 錫慕容 洛以軍等名家主獎的雲門講座 透過觀賞紀錄片與閱讀作品 向文學大師 周夢蝶 余光中 雅賢等人致敬 42歲的雲門在淡水的小山丘上有了新家 在綠意盎然的環境下 雲門也會持續帶領台灣文化界的年輕心銳 一起成長茁壯 莫非